哇 我覺得我可以讓我小孩看這部電影 我覺得真的能夠跟劉鳳姐對戲 我覺得我可以學習到很多 沒有我真的是喜歡的 沒有對過戲 但是你喜歡的 真的喔 你要講小聲一點 我老婆可能會看到 開玩笑的啦 阿姬啊 放暑假 媽媽帶你去台北玩好不好 慢慢 媽媽要留在這裡做生意啊 那爸爸呢 爸爸回來 阿嬤會告訴我們 阿琳在這個戲裡面就是一個媽媽 一個小孩的媽媽 這個戲的一開場 那個媽媽已經離開宇春了 她不時不時會回來看她的小孩 她也跟宇春裡面的人其實都熟悉的 但是我相信這個媽媽雖然人是離開的 那個心一定是一直還是牽著跟那個小孩子是聯繫的 但是她又卡在要把這個孩子帶走的話 阿嬤又很可憐 因為阿嬤就沒有別的親人了嘛 剩下這個孫子嘛 所以其實整部戲裡面我覺得 有的那種情感是很多很複雜 但是又很真實 阿嬤的魚在這裡 第一次我覺得要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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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她爸爸其實他們兩個有一種莫名的化學作用 我不懂怎麼說 就是你看他們在騎車那些感覺 你就覺得是有兩父子的感覺 你什麼時候想要帶我去森林啊 我很忙耶 我每天都要出海要捕魚 我這樣有空白護水 你是不是也這樣說 不用這樣說 每次都這樣說耶 我自己身為一個父親 當然對演爸爸這個角色 當然是會有一份特別的感覺在 我覺得雖然戲不多 但是我覺得在每一場戲 其實對吉爸來講都蠻重要 因為比如說跟媽媽之間的感情 然後跟媽媽其實是有一點調皮的親子的情感在 因為短短的一兩場戲 就要建立到跟媽媽有很生農厚的母子之情 看你自己自己老的開 你自己的衣服 你自己的衣服 起毛球 花你 開心我覺得真的能夠跟 劉勇姐對戲我覺得 我可以學習到很多 沒有我真的學習他 沒有對過戲但是沒有戲 真的喔 你要講小聲一點 我老婆可能會看到 開玩笑的啦 我出道就是超齡演出 但這是我 我第一次演到 小小得意一下 我目前演得最滿意的一齣阿嬤 我們來 原來打葉吉爸 這個劇本是一個很多的正能量 跟很多的愛在裡面 當時我就看到就已經很有興趣 然後就出來一個想法就是 哇 我覺得我可以讓我小孩看這部電影 阿嬤沒有第二孫啦 那穿的去裡面看的啦 那我就幫你穿 穿根吧 自己穿 你自己穿 哇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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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穿嗎 從那看啦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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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喔